其實項右結果不會正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地方,如果你項右在填滿的話 填滿過來你會發現 這個值有哪邊有錯誤呢? 因為我還是B3,所以永遠鎖在B3上面 也就是說我公式基本上要這樣,其實基本上跟各位講一個訣竅 就是說將來,如果我的年數是在第三列 然後我的利率在A欄的話 特別注意,教這個訣竅 反正你的標題在哪一列,你就把那一列鎖起來 哪一欄就把哪一欄鎖起來 那你要只要鎖欄跟鎖列,特別注意 所以我又要再放回去 記得就是這個公式裡面 B1一定要鎖定 全部都鎖,因為它固定在那個位置 再來A4的話鎖哪一個呢? A1跟4,記得鎖A欄 A欄,為什麼呢? 因為A欄固定住,A欄一定都是年列鎖的位置,所以鎖這個就好了 那B3的話呢 請你鎖 那個 三列的位置 因為三列不能改,三列都是年的位置 對不對? 所以呢你這個地方選 如果你要鎖定的話你就鎖 B B不要鎖 鎖3 OK,這樣的話打勾之後你會發現 反正以後就把它當公司,如果你不想要 去思考太多的話,你就記得 3列跟A欄 有沒有,3列跟A欄 好了,之後往下填滿 然後呢,再來我把它先縮小一下 然後我看到年的地方,再把它 直接把它填滿 那如果說我要這樣填滿,你會發現上面的那個 第20 這一列 如果你往下滾動就不見,對不對 順便講一下說你可以 所以啊,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我今天呢 可以用什麼呢 凍結窗格 在第3列的下方跟第 A欄的右方 的左下角這個儲存格 我做一個動作,如果說我今天往下滾動上面也可以看到 往右滾動呢,這個欄也要看到的話 你可以在那個所謂的檢視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凍結窗格 凍結窗格的地方 我把它點一下 凍結窗格的地方 剛剛是按錯 等下方 終於是 ?! 然後 ,